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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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大哥 那个小学生把雷管捡跑了 雷管要是炸了 会不会出人命呀 诶 诶 我也不知道呀 别问了 快点找到那个 拿走雷管的小学生 诶 刚才那两个叔叔说什么 雷管 那不是炸药吗 还被小学生拿走了 我的天哪 赶紧报警 诶 六商灵 走吧 到底怎么回事 不不不 我说 其实我们本来不想拿雷管的 但是 前面有人快躲起来 这么大一捆雷管 你怎么也能忘记收起来 万一不小心引爆了 就完蛋了 对不起师傅 我把它放宿舍门口了 收起来就行 那还不快走 大哥 这捆电缆 好像就是从宿舍门口捡的 不不不 不会是雷管吧 不不不 不至于吧 完了 有火药味 可能真的是雷管 那那那还能卖吗 你说呢 贩卖雷管 可是要坐牢的 再说了 你卖给谁呀 那那那扔了 扔这儿别管了 快跑吧 得得得 大哥 那个小孩 把雷管捡走了 哎呀 这么多雷管 要是炸了 出了人命 我们都跑不掉 快追 太好了 刚好学校体育考核 忘记带跳绳了 就在路边捡了一根 学校 这么多学生 万一爆炸 更是不得了呀 结果 还没追上 就被抓住了 我们这是想谋财 捡到线缆 想卖点钱 我们可不想害人呀 你那是简吗 不问自己 是偷 哎 重要的是 那个同学 拿着雷管去学校了 不过是我们学校吗 别急 我去看一下 沿街的监控 查到了车牌号了 刚联系到了出租车司机 那个女孩 去了怪怪怪小学 果然是我们学校 警察叔叔 我带你们去 嗯 来来来来 雷管 这帮学生 怎么这么不让人省心呀 那个人在哪儿啊 那个女生 捡走雷管 是要去参加体育考试 应该就在人群里面 预备 开始 就是 就是那个小孩 拿呀 快跑 电子雷管 虽然在温度180度的时候 才会自爆 但是撞击 摩擦 都会引起雷管提前爆炸 大家都散开 静静 你快把跳伤扔了 快吵到别吵 我在考试 我要拿你 轻轻 你的跳伤是天梯 别跳了 快趴下 有绝缘橡胶皮 有电缆铜丝 不对啊 这是电缆 确认过了 确实丢了一捆电缆 有火药味 是因为前几天 工地爆破 崩上火药了 太好了 原来是虚惊一场 那警察同志 我们是不是没事了 能走了吗 叔叔 偷盗偷卖电缆 也是违法的 你们一样要接受处罢 又被抓了 我是要拿第一的 考试成绩没了 下次再也不乱捡东西了 觉得 喔